台湾西半部缺水 不过宜兰四十多年来都没有限水过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雨季非常的长 年降雨日超过两百天 它还有丰富的地下泳圈 现在就传出了科技大厂台积电 看上了这不缺水的宜兰 打算要在这边设厂 可是关卡不少 他们必须要先找到百坪以上的用地 还得克服可能随之而来的污染 还有高用电问题 县长林斯庙否认有跟台积电接触过 不过这也再次凸显出西部缺水的问题 抢水大作战 二十五顿水车直接开到工地接水 要运回台积电在中科的晶圆厂 竹科厂也能看到水车进出 忙着载运 被缺水问题追着跑的台积电 传出看上不缺水的后山宜兰 考虑盖新厂 宜兰不只有美景 水资源更是丰沛 雪山及中央山脉 帮忙承接北西南三面水汽 年降雨日超过两百天 带来三千毫米的累积雨量 地下水位又高涌泉多 让宜兰四十多年来都没陷过水 县府出面否认传言也说民生及灌溉用水一定比工业用水优先 目前宜兰县内在运动公园旁已经有宜兰科学园区 总面积七十点八公顷 还没招商完 要找到比这面积还更大的适合场地 还得符合低污染的条件 难度相当高 也更突显全台西半部从南到北缺水问题的严重性 华市新闻张正惠张正杰蒲新宇 宜兰报导 今宜兰 农兰 农兰 农兰